牧师刚才讲的谎言的灵 因为我昨天看了我就觉得 这个谎言的灵是什么东西 那因为刚好最近我们都在看这一本书 就是那个属灵的征战策略 那它里面呢就有提到就是 鳄鱼的扭曲谎言 所以呢谎言的灵呢 它的运作领域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 那会从哪边开始呢 从骄傲 也就是从一个骄傲的心开始 那骄傲就是什么 骄傲其实就是我永远都是对的 然后不管任何人跟我讲什么 就是你们都是错的 只有我才是对的 那这样子会影响我们开始有一个 就是当我的心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就是有一个扭曲的领受 当别人没有照着我的意思的时候呢 我就会感觉到被拒绝不被尊重 接着我就会被冒犯 我觉得都是你们不好 没有看到我的优点 都是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感觉被冒犯 然后接着下来就会心硬 接着下来就会心硬 心硬是什么 就是不愿意再听对方讲了 对方可能跟你解释啊 跟你讲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或怎么样的时候 你都不愿意再听他讲了 然后呢 接着呢你会做的事情就是开始攻击他 比方说假设啊 假设这个情况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 可能我就发赖 然后开始骂他 都是你怎样怎样 不对都是你怎么样 然后或者是呢 发email 然后或者是打电话恐吓他 骂他这样子 这个就是谎言的灵他在运作的过程当中 那其实他在这个运作的过程当中是会造成苦毒跟伤害 彼此两方都受伤 这个痛苦里面他就会隔绝然后会离开 谎言就是混乱的力量 那后面的黑暗诠释 灵界的力量就是混乱 我们讲的chaos 就是这个带下一个混乱 灵力的混乱 所以呢 混乱就是你生活的特质 谎言的灵 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现象 刚才讲的是你生活的状态 他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我们会喜欢说闲话 那这个闲话的目的 他是要带下纷争跟分裂 这个闲话是什么 就是特别在两个权柄跟权柄的关系 可能你赖他了 已毒了 三十分钟没有回 你就会感觉开始被冒犯 然后开始你就会滚 然后你就会告诉我 你看我的权柄都是这样子 从来就不理我 不重视我 然后呢都已毒三十分钟了 他不知道吗 我的心很煎熬吗 怎样怎样就开始攻击 这个基本上都是 是属于谎言的灵的运作方式 然后他听到说谎言的灵 还有一个 他是一个逃跑的灵 什么叫逃跑的灵呢 就是他攻击你完之后 攻击你完之后 他就会破坏约定 也就是呢 因为鳄鱼的灵 就是要让那个人在被释放之前 就让他逃跑 也就是他没有办法去 他不知道怎么去跟对方厘清 或者是对方来跟他解释的 他都会觉得说不是这样子 你讲的是错的 我的认为才是对的 你已经伤害我了 然后接着呢 他就会逃跑 逃跑可能就躲起来 或者是离开服饰团队 我们其实有时候常常 我后来就在看 我后来就在看 我以前这个逃跑的模式比较强 我如果遇到一些情况 我感觉被冒犯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我不要参与那个服饰了 反正呢 那个领袖可能他也没多好 怎么样怎么样 我里面就会开始演小剧场 接着呢我就会开始 比方说退啊 退群组退群组 开始退退退退退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他运作的方式 那也就是说前一分钟呢 你还可以跟他谈得非常好 他就说啊 主要带领我 前往 主要带领我 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主在我身上有一个伟大的命定 可是下一分钟他就不见了 谎言的领 事实上他所释放出来 就是在心思意念上的攻击 这些攻击包括 要烧毁 伤害 迫害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 我来分享啊 米甘亚面对这些的事件 米甘亚一生 这次读所说的话 极言的不多 就是基本他一说话 大概就一针见血 所以呢 他讲极言是没有人相信他的 第十三节说 召米甘亚的使者 对米甘亚说 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极言 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 也说极言 这个使者应该是牧师子分的人 就说你的表达 你干嘛那么惹人厌 你干嘛那么要当坏人 米甘亚你就跟大家 所有的先知一样都说极言 所以这个使者 你周围有个天使使者 是牧师子分的 基本上都会劝你说极言 而米甘亚刚开始也接受了 说对啊我干嘛惹人厌呢 他就说 开始就说极言了 王自己十五节说 米甘亚到王面前 王问他说 米甘亚我们上去攻取 激烈的纳末可以不可以 他果然就回答 可以啊必然得胜 列华一定将这个诚交在你的手上 这个真先知说极言 不会有人相信他 所以王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说真话 可是亚哈请他说真话 他又不想听真话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里面 希望别人告诉我们真话 可是我们里面是听不下真话 果然米甘亚说完 最后就被吓到监狱 等候他回来 所以但是你说亚哈不相信吗 他又有一点相信 所以他出去打仗的时候 化妆不要让人家知道 他是王 可是呢 当一个人定义要灭亡的时候 你怎么躲 我觉得圣经写的真好 他三十四节说 有一人随便开工 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里 随便 恰巧 你神 这个 你当毁灭的时候 随便别人 恰巧就会射入你的 这种表 要回到的是神面前 阿图拉斗在他信息的第一篇 他讲到说 当我们的口不讲真理的时候 你就会容量谎言的临近来 那一篇的信息呢 曾经给我很大的震撼 就是我的口要讲真理 如果我的口不讲真理 任意乱讲 就容易吸引谎言的临近来 那我就开始练习 让我的口 可以讲出真理的话 真理的话 也不是讨人或不讨人 你不要以为 不讲几言就一定是真理 有很多人就说 我讲真话 真话不一定是真理 真话不一定是真理 很多人你的真话 都是被谎言的临欺骗 真话不一定是真理 你一定要问神什么是真理 让我们的口讲真理的时候 才不会让谎言的临 进来蒙蔽我们 好 第一个我讲 第二个我要分享 约沙法这个王 因为最后的这一端 约沙法王的结论 四十三节说 约沙法行他父亲 雅萨所行的道 不偏离左右 行叶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只是秋潭还没有废去 百姓人在那里献祭烧香 约沙法是一个好王 他遵行他父亲所行的道 不偏离左右 行叶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约沙法王效法他的父亲 而且选择好的部分 选择他父亲 遵行神的道的部分 行叶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 而雅哈谢 雅哈的儿子雅哈谢 圣经怎么解读呢 五十二节说 他行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的父母 又行尼巴的儿子 耶罗普安是以色列人 现在最理的事 雅哈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是因为效法他的父母 雅哈谢的父母是谁呢 雅哈跟耶喜别 所以父母 父母你选择效法你的父母的好的部分 还是不好的部分 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为自己负起责任 我们要来选择效法 我们父母遵行叶华的话 行叶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 而不是效法父母 行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因为我们的父母一定有些事 是行叶华眼中看为正 有些事行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免得最后都归最后 因为我的父母这样我这样 我们可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所以约沙法王跟雅哈谢 很大不一样的部分 我们学习效法 我们父母遵行神的话 行叶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而约沙法在这里 约沙法的个性里面 有一件事是不合神心意 他去找雅哈王 约沙法跟雅哈王做朋友 他们两个很好 这件事其实神并不喜悦 我们说两个很好啊 两个友好啊 约沙法跟雅哈王友好啊 南北国终于合一 虽然分裂 可是这两个王合一 合一不是很好吗 那我们从哪里来看 神并不喜悦这件事 在历代字下的十九章 第二节 先知讲了一段话 先知雅哈尼的儿子 耶乎出来迎接约沙法王 对他说 你岂当帮助恶人 爱那恨恶耶华的人呢 因此耶华的愤怒 临到你 雅哈是恶人 雅哈是恨恶耶和华的人 所以雅哈会恨恨那个 行真理的人 恨恨真贤之 而约沙法 竟然跟这样的人友好 这就为什么 约沙法生命中有这个破口 但是因为 他真的行耶和华的眼中 看为正的事 所以神还保守他 你看神很保守他 其实人家要来射 把他当 当以色列王 要来打大了 一般说 你不是 就没有杀他 神还保护他 但是他生命中的这一件事 他参与了 参与在雅哈的这个战争 雅哈逝取灭亡的时候 差一点 约沙法被牵累 因为他帮助了恶人 这个人 神不喜悦他 因为他 雅哈恨恶恶华 可是约沙法竟然跟他做朋友 所以弟兄姊妹 你不要当个 老好人 或者是 当个好人 你要懂得有界限 但这个人身上被谎言的欺骗 很多时候你要有一个戒 这个好像不属乎神 可是约沙法就跟他成为 好的朋友 所以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 先知就责备约沙法 说你起当帮助恶人 所以我们不当帮助恶人 而且恨恶 去爱 你去爱恨恶恶恶华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恨神所恶的 爱神所爱的 为什么不能以自己的喜好 不能顺着自己的感受 一定要回到神的真理当中 我们在各样的征战当中 才有可能得胜 求神帮助我们 从这几个网里面来学习 行业要把眼中看为真的事 你祷告好吗 我们再来祷告 主要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祝阿我们可求神 祝阿我们说 祝阿这个教会在你的里面 祝阿让我们全心全力 进入到神所俩给我们的职份 祝阿因此那个季节不同 而主我的选择 丁子不是哪个职份 祝阿是我们全心全力 祝阿是我们可以 祝阿在这个国家这个土地上面 祝阿让我们知道如何起来 祝阿在更个不同的计判当中 祝阿让教会运行在五十十四里面 可以成全正度 祝阿一个更多弟兄姐妹 祝阿生命可以得帮助 祝阿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祝阿在我们的里面 祝阿在我们的整个教会 祝阿是我们不是自卑的 祝阿是欢喜快乐 祝阿我们谢谢你的监线 祝阿每个职业都那么重要 祝阿谢谢你在月儿 祝阿成就的事情 祝阿会这些跟你线上赞美 祝阿我们谢谢你 祝阿是我们谢谢你 祝阿祝阿你帮助月儿 成为一个识徒性的教会 祝阿在这个扩张的时候 祝阿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都可以被成全 祝阿我们看见我们受造的美好 也看见祝阿你呼召我们 祝阿坐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祝阿也祝我们慢慢的 操练我们的恩赐 祝阿也祝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更深的来遇见你 来经历你的大能 祝阿我们谢谢你 祝阿主要让教会 祝阿主要运行在五重执事的里面 祝阿主要可以成全 更多弟兄姐妹成全圣徒 祝阿我们不管在职场 在家庭的弟兄姐妹 祝阿他们都能够按着 神的呼召 按着神的拣选 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